中皇废有限的情况下 其实能透过轻装修技巧 来让空间更有风格 无论是买房或租屋 都可以简单布置漂亮的家 看影片前 记得打开下方CC字幕 订阅我们加开启小铃铛哦 家里放一块洞洞板 能随性布置小摆饰 替换时也很方便 一个小动作 就可以拥有不同的空间氛围 而黑板墙能涂鸦记事 将原本昏暗的走廊 变成有趣的互动空间 担心空间都是白墙 会显得单调吗 不如用油漆DIY的方式 为墙面增加亮点 而且不一定要整片刷漆 床头墙或浴室墙 用双色造型 反而色彩更丰富 又减轻压迫感 家具是一笔不小的花费 如果空间风格较为简约 就可以沿用旧家带来的家具 或是利用移动式家具 无论是木柜 尖椅子 或是有轮子的沙发 都能一物多用 很多人会忽略灯光的效果 其实一盏立灯 闭灯 瞬间就能改变居家气氛 而且可以按照预算 挑选进口品牌或评价款式 若想一喜好移动灯光位置 磁吸轨道灯也不错 钢洞格局会需要很多费用 但有些空间真的很昏暗 这时候就能用玻璃拉门将光线引进室内 或是善用雾面玻璃隔间 在保持明亮感的同时又可以拥有隐私 许多人都想要铺木地板 但石木地板价格高 需要小心保养 因此可以改用超内膜木地板 不仅价格较清明 使用范围广 又能有温润的触感 很适合亲子族群 要打造欧美杂志的漂亮住宅 关键在于植栽 室内建议可以挑选半日照植物 垂钓植物或多肉植物 比较好照顾又能活化空间 再搭配照片墙 家里就可以变得超美 除了植栽以外 五金把手也是CP值超高的小细节 只要将柜子 房门的把手 或是开关面板 换成黄铜色及金色的款式 就能创造古典奢华的空间 最后帮大家统整一下 今天的轻装修懒人包 主题墙及油漆配色方面 洞洞板、黑板墙与双色墙 能增加空间亮点 家具与灯饰方面 沿用原有家具 重点照明可以有效发挥预算 隔间和地板方面 玻璃拉门、超内膜地板 使用又有温度 软装布置方面 善用植栽、照片墙及五金门把 能让家像杂志一样美 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 别忘了订阅我们加开启小铃铛 下次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